Lamico桃園以三十七勝二十三敗 高達六點一七勝率 擁奪上半季冠軍 也是隊士第八座季冠軍 而下半季開打後 Lamico除了希望複製勝利方程式之外 總教練弘一中還有更大的野心 調整倒是沒有特別針對什麼去做調整 因為我們只是延續上半季 球員的狀況就延續過來 當然我們下半球季所有的目標 當然是拼年度低 勝率年度第一 因為這樣就比較有主場的優勢 目前我們的第一目標是這樣 挑戰年度第一 Lamico最重要的武器 就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暴力源打線 而且上半季轟出十五支全雷打 打擊率將近四成的林志胜 活力持續升溫 不過大師兄坦言自己壓力很大 必須加倍努力才行 是因為這三隊會 就是對到我們可能會更加賣力 畢竟我們已經散敗進冠軍 他們認為我們比較輕鬆 但是我們不會大意 當然有發現現在王柏龍林承飛 就是前面就是有被Lamico選到的 我都希望他們可以加入 因為畢竟球隊還是需要人 人才 我相信球員選這十幾個一定是最棒的 不然他不會選 那希望他們可以盡快的加入 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終止二十六年下半季點燃戰火 面對其他三支球隊的強勢反撲 Lamico桃園該如何克敵之勝 新生們加入後又會激起神不火花 相信球迷們都等著看 瓦局新聞綜合報導 rom全世界 到季度 未來星期12 按照